我们终于看到一名女子将特斯拉的车门打开 为了要避免撞到隔壁的特斯拉 没想到隔壁的车突然发动 而且往前行驶 女子的手就这样被夹在车门与车门之间 整个手掌被彻底的卡住 女子顿时痛得放声大叫 只见她的手还持续卡住 白车只好在往后倒退回到原点 女子的手才得以顺利脱困 光用看的就感到非常的痛 这部影片在网络上疯传 有网友说受害的女子用这样的方式护着车门 避免撞到隔壁的车是正确的 只是隔壁驾驶刚好没有注意到 才导致车子往前开 害的女子的手就这样卡在车门之间 也有人提醒 不管是乘客还是驾驶上下车 都一定得多加留意